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您不是下楼溜弯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我一下楼正好赶上居委会组织大扫院子里的卫生 一户一个人,咱们家负责洒水 我一听就赶紧跑回来了 您要找草帽换雨鞋,我给您拿去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家就派媛媛去吧 从小养成爱好劳动的习惯嘛 媛媛出去过堆日去了,晚上才回来呢 那就让芝新去,正好趁趁她那身揽筋 吃完中午饭就出门钓鱼了 那个小凡呢,现在这个大学生啊 就应该补上劳动这一课 小凡人家挨屋里头脑力劳动呢 快期末考试了这 那就,只好把这个机会让给治国了 治国出去买菜去了 那怎么办呢?和平你看是不是 对吧,按说您也是劳动人民出身 您怎么,我也走不开呀 是不是,芝新出去钓鱼会拿鱼回来 我还得帮着他拾着鱼呢 找借口 志新上哪儿钓鱼去了 就在咱家边上那公园里头 说不喂钓鱼就喂秀一秀去 那正好,等他回来让他去干,劳逸结合嘛 啊,试试 志新,你不是钓鱼去了吗 正好楼底让咱家劳动洒水 你就甭换衣裳了 我还洒水 我刚从水里上了 这个钓鱼好像一般都是在岸上 我开头是跟岸上的 旁边那孩子忒可气 所有的鱼都是冲我的面子来的 最后都让他给调走了 跟他商量玩,换换地儿,换换地儿 死活不干,闻的不行我跟他来捂的 我们俩人一掰成,就一块下去 就你这游泳技术 你还不被鱼给吃喽啊你 这不是后来赶过来一个武警和一外地民工 这才算把我给吊上来 志新,游电视台去找你 你干了什么坏事,你叫我给你曝光啊 不是我,确实,确实不是我 贾世新,您不用谦虚了 我一闻就知道是您 您怎么还在用鼻子认人呢 您那满身的臭和泥味 说明您就是见义勇为救儿童的那一位 我翻遍我还没洗干 您说什么 啊 见义勇为 啊 人性质这么给我确定的 对 没错,那就是我 就是我 您好 我们是电视台的精华纵横栏目的工作人员 我呢是主持人,我叫马林 对对对 您好,您好 这位呢是我们的摄影师殷宁 您好,您好 我们是专门来采访您的英雄事迹的 您等会等会,我现在脑袋有点乱 啊 我玩儿一吃饭,我还装不过来 英 爸,爸,您听着了吧 我当英雄了 对了,老人家 恭喜您了 恭喜您了 您有这么一位好儿子 您一定要好好向他学习 我向他学习 对 有没有搞错啊 没错,没错 我们刚才采访了现场的许多观众 许多群众都这么说 当时救人的呢 有三位 一位呢是武警战士 还有一位呢是外地民工 那么那两位呢都没有留下姓名 就走了 只有贾志欣同志被赶过来的儿童家长揪住不放 才被赶过留下的姓名 那是人家怕孩子将来有什么后遗症 好找他算账 来 来 马上姐 我强烈要求单独接受采访 我换衣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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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吧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精华纵横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呢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人物 阳光雨露欲轻松 改革时代初英雄 那么现在呢就向大家介绍的 是今天下午 建议勇为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 而抢救儿童的贾志欣同志 贾志欣同志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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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真是太好了 您都有男朋友了吧 有了 您怎么也不跟我商量 是吧 那停 咱们不能谈这个问题 咱们得围绕提纲来的 对对对 好吗 可以吗 可以开始吧 马小姐 您什么时候开始主持这栏目呢 时间不长 万事抬头难吧 对 有个适应过程 对对对 现在适应了吧 嗯 还好吧 您能谈谈您主持这栏目的提会 我主持这栏目呢 提会主要有 哎 停 对不起 咱们俩谁采访谁啊 如果 这 行 咱们从头再来 不用着急 好 来 贾志欣同志 可以了吧 贾志欣同志 您能谈谈今天下午您是怎么发现落水儿童的吗 还用发现 你们俩是疑苦 对是我医人发现的 我下午啊 我到公园钓 那地方好像不许钓鱼啊 对对对对 这地方呢是禁止钓鱼禁止游泳 我们去的时候还有一包红领巾在做宣传呢 对对对 那我就不是去钓鱼 我知道公园我 我背英语 哎 比 嘴 我正背得高兴 突然间听着有人喊 河里面小嗨哒哒哒哩哟哟 我管他哪儿的人呢 喊声就是命令 我冲到河边 往下一看 哎呀呀 情况是万分紧急 对对对 小孩生命垂危 嗯 怎么办 怎么办 向组织请示 来不及了 跟领导汇报 等不了了 对 我教孩子游泳 不敢态了 对对 我自己下去 我就上不来了 哎呀 您不会游泳啊 这狗袍我会两下 我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啊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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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袖手旁观 哈哈哈哈哈哈 would 孩子就完了 我下水救人 自己就悬了 哈哈哈 就在这万分危机的时刻 我脑海中 涮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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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涮 赏了很多英雄人 发型 你都想起谁来了 我想起了董村锐炸碂炮 你都像冬天里方 Leg 火 烈烈火 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黄继光堵枪眼 我用青春堵明天 欧阳海蓝金马 对不起 你用真情换此生 对不起 停一下 我怎么觉得这哪都不挨哪啊 那我再想点挨着的 行 挨着的 别想了 再想孩子该冤死了 对对对 孩子还在水里呢 就听着我大吼一声 助跑 起跳 加速 再起跳 一个漂亮的转体三周半加躯体后红半 您不会游泳倒会跳水啊 电视里更敏学的 我下水以后我先是洋泳 再是挖泳 再是蝶泳 最后我是自游泳 别动 您怎么又会游泳了 我实践中学习啊 契领来了 我游泳就这事 迅速我接近这墓边 一个金蛇缠身 把孩子锁住 乘风火浪 游向对岸 不光救起了落水儿童 烧那脚儿 我把全国记录给破了 累死了 贾值欣同志 怎么成年一个人就儿童了呢 是后排有两个追不上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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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病 没事 没事 我听说吧 人被水淹了以后呢 会出现暂时的智力低下状况 贾值欣同志 我们能采访一下您的家人吗 我还没开始说呢 英雄不是容易当的 不是随便当的 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 要不然我们十多亿人 干嘛要向英雄学习呢 我们相互学习不就完了吗 老人家 是这样的 今天呢 请您谈谈具体的 就是您的儿子贾值欣的英雄道路 这个 值欣能够有今天 除了社会的培养 当然跟我们家长的教育 也是分不开的 这个我记得他三岁那年 是五岁吧 老人家 这样吧 这个年龄呢 无关紧要 谈点具体的吧 怎么无关紧要呢 我在想他那时候 托没托开当裤 对了 十五岁 十五岁那年 他们学校下乡 去参加学农劳动的时候 他把他一个同学 给推进了粪坑 弄得人家好几年 吃饭都不香 这个所以今天 他把人家孩子推下水 也不是偶然的 错了老人家 不是他把人家推下水 是他把人家救上来 把人家救上来 对对对 他怎么会把人家救上来 你就是打死我都不信 这头脑有毛病 是不是有遗传呢 咱们换人吧 说到我弟就不能不先说到我 不管怎么说呢 也是先有我后有他 假之国同志 今天咱们只是重点谈谈您的弟 那不成 说来话长啊 我今年四十二岁 一岁那年的事我都不说了 我从两岁说起来 这样的 以后等您当英雄的时候 咱们再慢慢的谈您 今天咱们就说说您弟弟好吗 我弟弟 那还不都是因为受了我的熏陶 对对对 我打小教他学英雄啊 对 刘胡兰的故事 我一天给他讲八遍 我还教他唱那歌剧 输酒那个汉片 下大雪天去那隔岁 是这味儿吧 是 唱得不好您见笑了 我们还在家排戏 我演那个刘胡兰 他演大胡子匪连长 哎呦 拿起菜刀照我脖头就砍了 现在还有印的您瞧 能给个特写吗 哎哎哎哎 奖之国同志 谢谢您了 谢谢 完了 谢谢 其次应该考虑到 我二哥下水救人的这个文化背景 对 我二哥他是没有文化 可是他架不住 我也有文化呀 嗯 我在这方面对我二哥的影响啊 不可谓不大 所以来说呢 他为三点 第一呢就是这个偶像效应 或者是英雄的 你也想 Dennis 哎呃 嘉小梵同志 这样吧 这些问题呢 咱们留到下次再谈 哎哎哎哎 这儿童落水的问题 可不是经常能遇到的 对对对 再说下次您能来吗 对 我是男的有机会 向全国观众发表这样的谈话 您就让我受个痛快了 哎呀您倒痛快了 我们全国观众受得了吗 我没碰这样 我没见过 从来没见过这样 马主持人 很好 很好 听了贾智欣的英雄事迹以后 我是新潮起伏惹朗番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 我们有责任歌颂英雄 我现编了一段晶晕大谷 麻烦你给录下来晚上一块播 同志儿同志实在对不起 我们这是专题栏目 不是文艺部 没关系 您搁文艺栏目里也成 您体谅我呀 二十多年的没上过电视 好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 您说我能轻易挫过吗 是 不能 我这样我就算搬拉清唱了 麻烦您呢 回去帮着喊声好 您照着 录音 高点儿 高点儿 有一回青年 名字叫 叫什么 家 家 哪里跑 老爷 你为啥能瞧不起我们家庭服务员 全家人都上了电视 为啥能没点我吗 没有 没有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没点关系嘛 子清锅 要不送我天天炒菜做饭 是 给他喂的宝宝里 是是 他能有力气下河这小娃子吗 对 连他自己都淹死咯 来 快 锅补拍一个炒菜做饭的人 不行 我们这这就快就弄了 想不见了 想不见了 不对啊 老爷 这怎么受不了 这哪是采访啊 怎么开舞打片呢 您哪还来 带上去吧 我回去吧 你们是戴上台的同事吧 对 早就听说你们要来采访 我们先进的局委会 今天一天都打扫卫生 也没客户工人来人接你们 就这儿谈谈吧 谈什么 瞧瞧 我们这个环境卫生搞得多好啊 你看 这都是局委会啊 领导大家伙 也有劳动打扫的 当然 也有个别的居民啊 逃避劳动 比如说吧 老夫专家 特别是那贾志欣 一提起来叫我恨得牙根仰仰 大妈呀 今儿啊 我们就是来采访贾志欣同志的 英雄世纪的 走吧 什么 啊 那那 之前当英雄啊 对 当英雄了 我说什么来的 早就看出来了嘛 这也多亏了呀 我们局委会的教育 对 同志 可别以为我们局委会就是发耗子药啊 收点卫生费的 对 我们还肩负着教育下一半呢 提起如今的年轻人哪 像志欣的好像都能有几个 行啊 大妈呀 咱们这些都以后再聊 完了呢 我再跟您约时间 再见啊大妈再见啊 咱们哪一天啊 再见 到七点台啊 肯定的吗 我调好台了已经 北京你早上就 快点要不看不上了 我得好好瞅着 我这办一下 照着电视里不定都漂亮 估计 我的形象还可以 耶耶耶 我说啊 昨儿让你通知的人都通知了吗 你放心吧志欣哥 我连算命的瞎子老孙都通知到了 瞎子看电视 不是 他们在能听一样受教育 对 可惜啊 来不及通知 我老家的父母 看不着我掌勺的镜头了 你先上去 还以为 哎 昨天还跟他握过手呢 您收看这一期的精华纵横栏目 昨天下午在本市青年湖公园内 小学生刘某与男青年贾某 在钓鱼时呢 发生争执 互相拉扯双双落水 竟被及时赶到的一名武警战士 和一名外地民工相救 为此我们采访了 本市园林局的负责人 他希望广大游人在旅游旺季 特别要在公园里的客向决定 合体不要四次钓鱼和下河游泳 以免发生意外 该公园呢 一直是钓鱼和游泳的禁区 附近小学的师生们 常年坚持在园内外宣传安全知识 记者呢 在现场采访了和平李四小的 五年级学生贾圆圆同学 她说 其实很多大人不是不识字 而是不自觉 等真出事就完了 我也不想讲 只要我讲两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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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讲两遍 只要我讲两遍 我们去看两遍 感谢观看